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,俄军队长按下自己的描表,预示着在倒计时结束前,必须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。 随着小队整装出发,战役的序幕也被拉开。 此时,战场上的局势,对俄军非常不利。 在远处的一处据点上,乌军的加盟炮阵地,成了俄军的首要打击目标。 为了彻底拿下对方这处营地,俄罗斯方面,派出了瓦格纳雇佣兵小队。 他们的目标,是攻占城市中心的九层高楼,占领这处建筑后,俄军就能够为出击的军队,提供有效的光学引导。 在配合地面上的陆军部队和空中打击力量,几乎能够有99%的把握,把乌军的加盟炮阵地彻底摧毁。 只不过,在瓦格纳雇佣小队,进入九层高楼之前,在这座建筑附近,还有被乌克兰军队控制的三座大楼,想要成功拿下目标地点,就要攻克守在这三座大楼里的乌军。 于是,瓦格纳雇佣小队,在手臂上绑住白色布袋后,准备攻击在目标地点附近,驻守的乌克兰暴风雪特战部队,他们手臂上绑着黄色布袋,在一号大楼里面进行抵抗。 在瓦格纳小队摸进一号楼附近地区时,远处支援的俄军,利用AGS40型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,同时发射烟雾弹,扰乱敌人的视线,对乌军进行战略干扰。 之后,按照预定的计划,瓦格纳雇佣小队从街道边向一号大楼发起进攻,而驻守在里面的乌克兰暴风雪特战部队。 在听到交火声后,立刻进入备战状态,此时成功进到一号大楼的瓦格纳小队,利用CQB战术发起进攻。 CQB战术,是室内近距离战斗战术,即在狭小或者完全封闭的空间里,进行战斗的一种战略手段。 在抢到有力射击位置后,瓦格纳小队的机枪手,立刻占据位置。 其他队员手持型号为AK-103突击步枪,向敌方进行射击,战斗也正式拉响。 作为守军的乌克兰暴风雪特战部队,在大楼里手持AK-74M现代化突击步枪,对进犯的俄军实施反击。 在激烈的交火中,双方的PKM轻型机枪火力全开。 这是自研发生产之后,在俄乌战争中,先后投放到战场超过百万级别的机枪,让整个战局陷入到了僵持状态。 守在一号大楼的乌军呼叫支援,在对讲机里,收到求救信息后,远方临时基地里的乌军,立刻换上装备,戴上精良的武器。 从大楼侧面对瓦格纳雇佣小队进行偷袭,可是,就在他们行进道中断时,却遭到了瓦格纳小队,使用AGS-40型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,对乌军进行埋伏打击,随着重型武器的加入。 乌军的支援小队瞬间被打散队形,增援行动被半路截断,剩下的乌军狙击手,用SVD狙击步枪,利用阵亡的战友尸体做掩体,同时用拖拽战术。 一人负责射击,一人负责后退,进行战术撤离,并原路返回到乌军据点,告诉队友救援行动失败。 困手在一号大楼里的乌军,也受到了瓦格纳小队的正面强攻。 与此同时,另一支小队从南面,向一号大楼的后方进行攻击,与瓦格纳小队形成两面夹击之势。 整个小队全员手持AK-47自动步枪,在突袭的过程中,小队原本想把面前的汽车当作掩体,却不想里面装了乌军安放的遥控炸弹。 一声爆炸响起,小队瞬间失去三名队友,在两面夹击的势头还未形成之时,就遭遇到了如此重大的反击手段。 俄军立刻派出了新的人手进行增援,同时出动了装甲部队,从一号大楼的东面出击,正面轰掉乌军的机枪据点。 在坦克行驶出战场之时,乌军也利用无人机侦查到了俄军的行动,同时请求远方的火炮部队进行远程炮火支援。 此时距离一号大楼,只有三公里的迫击炮小队,收到了进攻命令,准备对增援小队展开炮火打击。 随着一发发炮弹落地,俄军的进攻路线被炮火切断,小队队长向指挥部汇报情况。 得到消息的技术人员,立刻开启电子侦查,同时利用无人机,在目标不远处,发现了敌方的迫击炮队伍。 为了让小队成功拿下这几处据点,除掉这支炮火阵营刻不容缓,俄军利用122毫米榴弹炮,装载俄军第30榴弹炮。 这种组合,能让有效射击角度达到70度。 同时,最大射程增加到18公里远。 经过仔细的校准,俄军开始对乌军的迫击炮阵营发起攻击,短暂地干扰了迫击炮阵营,对一号大楼的炮火支援。 之后,俄军驾驶着T-72主战坦克和BMP一步兵战车,准备从一号大楼的东面驶入战场。 对小队进行火力支援,在调整好弹道后,炮筒正对着一号大楼的窗户。 随后,坦克一炮就轰掉了乌军的机枪手。 炮弹发射后,瞬间贯穿整栋大楼。 紧接着,第二发炮弹跟随而来,有了坦克这种钢铁巨兽的掩护。 小队有了喘息之机,立刻带着伤员撤离战场。 同时,坦克对大楼内进行强力打击,导致一号楼的防线彻底崩溃,俘获相依。 坦克在进行降维打击的时候,自己的位置也暴露在乌军眼前。 他们利用无人机投放出炸弹,摧毁了俄军的T-72主战坦克。 另一支BMP一步兵战车,见识不妙,撤离战场。 在坦克的掩护下,小队成功进入一号大楼,展开清扫残于乌军的行动。 此时,在一号大楼里,都是被炮火震晕过去的乌军士兵。 谨慎的俄军扔出一枚手榴弹,之后忙扫几枪,再利用CQB战术,一步一步地向大楼内部渗透。 在大楼里,俄军与乌军展开了正面交火。 随着最后一枚手榴弹的爆炸,一号楼里的乌军已经被全部剿灭。 在收到敌人清剿结束消息后,队长立刻带着其他小队成员与先行部队在一号楼里会合。 同时,他们还在一具尸体上,发现了乌军内部用来交流的对讲机。 这个机器的存在,为后续攻占二号楼,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。 准备攻克二号据点的小队,先是一枪撂倒了放哨的敌人。 之后,手持着炸药,三人为一个小组,穿过二号楼面前的空地,准备进行突击。 这一次,他们选择了强硬的手段,利用炸弹进行爆破。 随着炸弹的引爆,瞬间,一面墙被开了的大洞。 里面的乌军也被爆炸波及,昏死过去。 同时,队员们再以两枚震爆弹开路。 目的是炫运里面的敌人,进行非致命性的战略打击。 之后,他们向大楼内部进发,对炫运过去的敌人进行捕枪。 此时,守卫的乌军死守着大楼,在狭窄的过道里,与俄军进行交火。 又是老生常谈的CQB战术。 此时,乌军死守住房间门口,不让俄军有可乘之机。 再加上,楼道里狭窄又复杂的环境,让双方再次陷入僵持。 为了实现有效的打击,俄军掏出了炸药,再次进行墙体爆破。 没有路,那自己就拆了墙。 墙没了,自然就有了路。 看着化身拆墙工人的俄军。 乌军的指挥官大胆猜测,认定俄军的目标,是在三号楼附近的九层高楼。 只要拿下了这个建筑,就能够进行远距离打击迫击炮阵地的行动。 于是,他立刻派出增援部队,而他们的交谈内容,也被捡到对讲机的俄军。 听得一清二楚,他们出动无人机进行侦查,发现了俄军的远程火炮阵地,同时还准备进行远程炮火打击。 而这架无人机,却被俄军的一名士兵发现,眼下只能转移炮火,才能够继续进行有效的支援。 就在这时,通过无人机的帮助,乌军已经发现了这支小队,并对其进行了远程炮火攻击。 最终,俄军只能无奈撤回基地。 此时,不止一处爆发战斗,在二号楼里的双方还在交战,后方持续增援的队伍也在不停交火。 二号楼的激战持续了很久,为了有效防止俄军的进攻,乌军从侧面架起重型机枪,进行无差别扫射。 俄军也与他们打得有来有往,立刻使用榴弹炮,对那重型机枪手进行压制,甚至还顺利端掉了。 乌军的一处侧翼机枪支援点,在战火中,乌军派出了两辆BMP型战车,运送过来一个牌的兵力。 而他们的行动,也被俄军捡到的对讲机,漏了个彻底,通过对讲机里传来的具体位置。 俄军的榴弹炮,向着坐标发射而去,瞬间,好火声连绵不绝,乌军的这次增援又宣告失败。 而此时,被困在二号楼里的乌军,已经弹尽两绝,很快便被俄军拿下。 紧接着,他们要继续攻克三号楼,这是一座车间建筑,事业异常开阔,如此明朗的战场,让双方的攻守推进都很困难。 为了达到有效的突进效果,一名俄军士兵准备牺牲自己,他最后看了一眼佳人的照片,然后拿起手雷,拉掉了保险栓,准备以自己为炮弹,为队友打开一个突破口。 爆炸响起后,在外围实行增援的小队,从北面进行攻击,可他们的行动,又被乌军的迫击炮阵地所阻挠。 这下,他们如果想要拿下三号营地,必须要摧毁乌军的火力支援。 根据探测,迫击炮阵营距离三号楼,大约有三公里左右,通过炮火轰击的方向。 俄军得知,他们并没有转移,于是,俄军利用榴弹炮,进行强力打击,这也让俄军的榴弹炮位置暴露。 乌军派出了自己的杀手锏,2S4域金箱自行迫击炮,仅仅一发炮弹,便彻底摧毁了俄军的榴弹炮阵地。 20人的队伍,7人死亡,13名队员负伤,与此同时,在三号楼里,队长带着队员从地下室绕路而行,与营练而来的乌军正面交火,眼看情势不妙。 乌军想向九层大楼撤退,听到乌军计划的队长,立刻组织俄军,向着九层大楼会合。 在乌军狙击手的瞄准下,没有人能够顺利通过,而一名俄军,模仿着上一名乌克兰士兵的做法,大摇大摆地走出去,挥了挥手, 说自己要进入九层大楼,竟然真的被他混了进去。 在小队全部进入九层大楼后,决定迅速分散,进行点对点的击杀。 在周密的计划中,小队顺利拿下了第一层和第二层,并持续向上推进。 而此时,乌军也从下而上,切断了小队的退路,被上下夹击的俄军处于两难的境地。 危急时刻,队员利用地雷加炸药,成功炸穿楼层,帮助增援部队进驻到大楼五层。 拿着光学仪器的队员,登上楼层,准备找到合适的位置,对俄军进行光学引导。 此时,乌军还在拼死抵抗。 在激烈交火中,为了不让俄军拿到有效坐标,乌军决定立刻炸毁大楼。 只不过,他们的迫击炮还是慢了一步。 俄军很快就得到了坐标,并派出了苏制25攻击机。 瞬间,就将乌军的炮火支援阵地摧毁。 而经此一战,立下赫赫功劳的两支小队,只剩下了两名成员还侥幸存活。 至于其他人,则全部牺牲。 而这次战役,不论是俄军还是乌军,只有战死没有俘虏。 整部影片,向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战争画面。 让观众,对战争产生了敬畏,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。 2023最新复仇爽片,子弹就是上帝,震撼来袭。 该片号称新版,这个杀手不太冷,打斗场面惊险刺激。 废话不多说我们正片开场,鲍博是警局劳模,平安夜还自愿在警局加班。 领导对此都看不下去,让他赶紧回家歇着。 下班后鲍博来到女儿屋外,亮着灯和女儿打招呼。 自从和前妻离婚,他就只能以这种方式见到女儿。 加比不想让父亲担心,也隐瞒了母亲在婚后的不幸福。 加比挂断电话后,发现母亲的争吵突然消失。 他走出屋外却没看到人,突然从角落窜出一个人就挟持了他。 与此同时,他的母亲和继父也被暴徒控制。 暴徒们神情诡异,浑身都是奇怪的纹身。 加比的母亲拼命挣扎,好不容易挣脱束缚逃跑,却被暴徒一枪击中。 加比母亲跌跌撞撞地继续跑,却被守在屋外的女人一枪打穿。 尸体直接掉进泳池,第二天鲍博参加圣诞集会。 原本应该在场的女儿却并不在。 鲍博害怕独自前往会惹怒前妻,于是招呼同事一起过去。 他们来到门口,怎么敲门都没原因。 他推开门进去,就看见这惨绝人寰的一幕。 随着同事发现水池里的尸体,这里很快被封锁起来。 但是调查迟迟没有结果,于是鲍博联系了媒体,准备自己展开调查。 他在报纸上发表加比的巡远启事。 而这份报纸很快被一个女孩看到。 女孩住在康复中心,和那些暴徒一样浑身布满纹身,但却脆弱得仿佛婴儿一样。 他看着报纸上的新闻告诉护工,他或许知道线索。 鲍博得到消息立刻准备行动,但他的同事提醒他。 那个叫凯斯的女孩是个失足少女,这样的人都是满口谎话。 凯斯的案底要是打出来,都能铺满一张四纸。 但调查六周毫无消息,为了能确定女儿的情况,鲍博还是义无反顾地找到凯斯。 而凯斯一看到鲍博带来的照片,就不受控制地想要离开。 但鲍博不断地追问,最后还是护工将他拦了下来。 但是第二天凯斯就找到了鲍博。 他告诉鲍博,加比大概率还上在人世,原来这是邪教信徒组成的组织。 一年前凯斯也是组织的一员,他们从不做正事,还会在身上纹满图腾。 凯斯拼死逃了出来,同时他问起了加比的情况,他担心加比也是组织成员。 这一切都是加比自导自演,但鲍博十分相信女儿的为人。 在他的再三保证下,凯斯愿意帮助鲍博寻找他的女儿。 但这件事不能招摇,凯斯了解那群人,一旦有警察出现的周围,他们便会杀掉加比。 立马跑路更换新的据点,到时候再想找到他们。 只能是男上加男,鲍博必须独身上路,同时准备好钱财和枪鞋。 鲍博无视了老同事挽留他的请求,义无反顾地和凯斯上了车。 他们的第一站是找纹绅士购买军火,顺便给鲍博纹上一身的图腾,这样才能让他融入组织群体中。 凯斯在等待鲍博纹绅士的时间里,向纹绅士打听组织目前的据点。 纹绅士与凯斯私交不错,果然纹绅士直接告诉凯斯,几天前组织的人找他买了些武器。 同时他们提起了组织老大塞勒斯。 凯斯从纹绅士口中得到线索,知道了塞勒斯他们离开的方向,而且纹绅士在两周前还见过加比。 虽然加比现在的情况无人知晓,但也确定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 在路上时鲍博问起凯斯,他为何离开组织。 凯斯告诉他,自己11岁时被塞勒斯掳走,从此过得不仁不轨。 他一度接受了自己人生只能如此,但后来他意外遇见了母亲。 可当他叫妈妈时,女人却像对温神一样对他破口大骂。 凯斯想要变好再认回妈妈,而他愿意帮助鲍博,也是想拯救当年的自己。 同时杀掉塞勒斯为自己复仇。 听到这话,鲍博不由地对凯斯心生怜悯。 凯斯根据纹绅士提供的线索,他们很快来到一座下水道班的城市。 凯斯直接来到组织据典之一的酒吧。 他找到老板打探情报,很快他们就知道,塞勒斯过几天就会回到这里。 他要与酒吧老板见面。 有了这个线索,两人只能暂时在酒吧附近住下,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去酒吧蹲点。 直到这天晚上,鲍博发现酒吧老板竟然不在酒吧,他立刻就发觉了不对劲。 急忙带着凯斯跟了上去,只见酒吧老板和组织其余几人分开,转头就拐进了西洋的街道。 这就只能让凯斯独自去追,没想到两人分开没多久,凯斯就被人强行掳走。 鲍博察觉不对,立刻揣着手枪走进小巷,突然一支信号弹朝他射了过来。 正中鲍博胸口,鲍博当即躺倒在地,紧接着黄毛突然从黑暗里冲出,对着鲍博就是一刀,砍完转身就跑。 鲍博强撑起身体想去追击,但见对方已经跑出很远,只能先行回到房间包扎伤口。 而凯斯被酒吧老板带去见了塞勒斯,塞勒斯好奇凯斯找自己的原因。 凯斯闭口不说,但很快就遭到了非人的折磨。 塞勒斯还让手下给凯斯注射面粉,紧接着就让凯斯杀了酒吧老板。 没想到凯斯宁愿自己吞枪也不杀人,幸好枪里没有子弹。 鲍博也开始在街头四处寻找凯斯,结果他在一位老汉身上,发现了凯斯的衣服。 在他的不断逼问下,老汉交代了衣服的来历。 他带着鲍博来到酒吧舞台,而此时因为面粉失去理智的凯斯,直接被塞勒斯丢去了酒吧。 这时他正在被一个男人欺负,鲍博二话没说掏出喷子,准备从男人手里将凯斯强行带走,却遭到男人朋友的阻拦。 鲍博见此情况直接一喷子干掉一人,见还有其他人冲上来,鲍博又是一枪打断对方小腿,这才勉强将凯斯带走。 鲍博带他回到旅店,直到这时凯斯才恢复理智。 他将事情经过告诉鲍博,凯斯听到塞勒斯说,自己要去莫哈维,如果要继续寻找嘉比,还有一段路要走。 鲍博却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,两人决定第二天就继续出发。 经过一夜的休息,两人都恢复了不少。 在这段时间相处过程中,鲍博对待凯斯越发温柔,这让凯斯从心中感觉到温暖。 一天后两人正在加油站休息,凯斯同鲍博聊起信仰。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,鲍博被凯斯的哲学弄得很是烦躁,于是他返回上车拿烟,没想到车里竟被人放了一条毒蛇。 鲍博处理得很快,但还是被毒蛇咬到,放蛇的人很明显是组织成员。 他看到得手后掉头就跑,鲍博见状急忙追了上去。 凯斯听到枪声也立马出门接应,两人合力把这个喽啰放倒,但他对于塞勒斯的消息咬死不开口。 凯斯也没惯着他,直接一枪送他上了天堂,而此时鲍博蛇毒发作晕了过去。 凯斯只能开车载着鲍博找到纹绳师。 此时的鲍博高烧不退,身体非常虚弱,为了救他一命,纹绳师给他打了一针退烧药。 他告诉凯斯,鲍博能不能挺过去只能看造化了。 但凯斯依旧选择陪在鲍博身边。 好在第二天的清晨,鲍博大难不死地睁开了眼睛,他们很快就重新出发。 凯斯找到自己曾经的朋友帮忙,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人,就是当时杀死加比妈妈的人。 凯斯抢走她的手机告诉塞勒斯,自己愿意拿自己的命交换加比。 可塞勒斯却让二人去完成一个任务,今晚他和酒吧老板有一场交易。 他想要黑吃黑,并且让他们拿抢来的钱交换加比。 接到任务的鲍博两人迅速出动,他们来到酒吧老板家中。 趁守卫不住一时,鲍博快速拔枪解决掉面前两人。 两个守卫殒命后,鲍博将酒吧老板一把推进泳池。 无视对方的求饶,鲍博毫不犹豫将他打死在泳池里。 第二天的傍晚,鲍博两人来到山上找到塞勒斯。 没想到塞勒斯突然反悔,他不光想要钱,他还要凯斯回到他身边。 但鲍博却拒绝交换,他不可能把凯斯当作商品。 这笔钱他一分不要,但在此之前,鲍博要先确定女儿的状态上好。 塞勒斯同意了鲍博的要求,他告诉鲍博,加比就在山脚下,鲍博看着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女儿,心中痛苦万分。 与此同时天上炸开烟花,凯斯意识到,塞勒斯并不打算放过他们,他们的人很快就从山上驶来,而鲍博也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。 于是他带着女儿和凯斯往山上走,来到一处矿场边,他把女儿藏进管道里,还留给他几把枪,告诉女儿要保护好自己。 然后和凯斯在现场布置陷阱,他们在四处都洒满了汽油,紧接着和凯斯埋伏了起来。 塞勒斯的手下很快就包围了矿场,鲍博直接朝对方射出信号弹,子弹阵中汽车发生点燃了汽油,连锁的爆炸很快燃起烈火。 许多人瞬间隐秘,可惜这一枪暴露了他的位置,他不得不从黑暗中杀出,秒掉光头后他立刻夺过手枪,转身就将周围人全部射杀,站在山上的暴徒们见此情景。 立刻朝鲍博开了枪,他很快腿部重弹倒在了地上,密集的子弹打得他根本抬不起头。 这时凯斯从坑里出来,他悄悄爬上架着机枪的皮卡,灭掉车上的枪手后,直接朝着围过来的暴徒们开火。 但很快,凯斯就被一个塑料袋捂住脑袋,偷袭的壮汉直接把他从车上扔下来。 就在他想强暴凯斯的时候,突然发现了管道处的异样,他很快就找到了躲在这里的加比。 剑撞加比赶紧举起枪威胁,但胖子不相信加比赶开枪,加比的枪也正好没了子弹。 胖子自信地往管道里爬,没想到加比拿起另一只枪,直接结果了他。 但此时黄毛却从背后勒住了加比,就在加比快要被勒死的时候,鲍伯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 他只用一枪就解决了黄毛,但塞勒斯却未曾在战斗中出现。 凯斯知道对于他们来说,这始终是个隐患,于是在送凯斯回家后,决定要独自解决掉这个麻烦。 凯斯找到了塞勒斯的老巢,在一旁的木屋里住下,他在这里一等就是几个月。 许久他终于看见了塞勒斯的踪迹,面对这个恶人他到底没有手软,一喷子送他归西。 结束新病的凯斯找到了母亲,但没有上前相认,他远远看到母亲生活的幸福,转身就离开了这里。 而故事的最后,凯斯找到了鲍勃,两个人将会一起面对新的生活。 2024最新动作影片《猎者之心》震撼上映,电影揭露南非政权迭代下的黑暗脉络。 祖扣作为替政府清扫违法贪官的刺客组织成员,一直都隐藏于黑夜之中。 作为打击政府部门贪官和违法者的组织,祖扣靠着利落的伸手,成为了组织的中流砥柱,而一直信奉承恶扬善的他。 在一次任务行动中,刺杀了贪官之后却发现,目标的女儿目睹了自己的行动全过程,于是受不了谴责的他狼狈地逃离了现场。 之后更是向组织的负责人强尼,提出了退出组织的决定。 祖扣隐姓埋名,想要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,他在远处的村子化为别的姓名,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修车工。 而在这个城镇里,他还遇到了一生所爱妮娜,并和他孕育了一个聪明的儿子。 直到多年后,祖扣原本平静的生活,被突然上门的强尼打破。 对方告诉他,即将上任的总统穆提玛正在进行一个可怕的阴谋,所以他需要祖扣重新出山帮助自己。 而祖扣珍惜来之不易的平淡生活,当时并没有直接答应强尼的要求。 至于强尼的行踪,也被南非的情报局首领奎纳盯上。 而奎纳一直是新任总统候选人穆提玛的白手套。 而奎纳则告诉穆提玛,这是自己为他做的最后一件坏事。 之后无论对方成功与否,自己都将是干干净净的情报局局长。 穆提玛也告诉奎纳,他不允许任何人阻拦自己当上总统,而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强尼。 他必须解决掉这个不安因素。 在监视中,奎纳发现强尼曾经去过一家车行,并见到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男人。 而这个男人正是祖扣。 强尼在拥抱中,把一串钥匙放进了祖扣的口袋,并告诉他去往祖支的发源地。 那里有着能够阻拦木提玛的重要情报,把这些情报交给一位老记者。 这次行动就算成功了,而祖扣被强买强买拉上了强尼的贼船。 之后离开的强尼被奎纳安排的杀手追杀。 二人一路在闹市区行驶,直到行驶到了一处断桥之上。 此时知道自己身患癌症,已经时日无多地强尼起了必死之心。 一个横停把汽车停在断桥之上,然后大大方方地走下车。 而对方的两位杀手由于组织下达的是活捉强尼的命令,于是只能率先放下武器,降低对方的警戒心。 而就在这时,强尼却转身向大桥下面跳去,并在过程中一枪解决了自己的生命。 至此,强尼的相关线索全部中断。 没办法,奎纳只能把目标定在了阻扣身上。 而此时的祖寇在房门外,向妻子打了最后一通电话,告诉她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。 而妻子米娜虽然不明白丈夫要做什么,但是也知道,她的行动很不一般,甚至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。 但是作为妻子,她只能支持。 后来根据强尼曾经留下的话语,祖寇来到飞机场的储物柜,找到了里面的护照和机票。 就在她登机时,被监控拍到的祖寇被两名安保人员带走。 在进行搜身后一无所获的二人,就决定把她交给奎纳处理。 而在捆绑过程中,祖寇靠着利落的伸手,一分钟就干翻了两个探员,顺手还拿走了对方的耳麦,以方便掌握整个机场探员的行动。 之后在警方的围追堵截中,祖寇利用白色帽子做掩护,踏上了离开机场的小车。 之后她回到自己的车行,准备骑机车赶路,毕竟此时的飞机她是已经上不去了。 在夜色中,祖寇骑着摩托车向着组织的发源地飞速使劲,而情报局的人却违背货不及家人的规则,抓捕了祖寇的妻子米娜,并试图从她的嘴中撬出关于祖寇的相关信息。 可是米娜即便面对儿子的生死安全,也坚决不吐露一丝一毫,如此硬的骨头让奎纳很难看。 此时她的下属奈雷迪却打了一通电话,晚上祖寇就按照这个电话回拨了回去,果然奈雷迪就是祖寇的联系人。 奈雷迪告诉对方,她的妻子已经被奎纳抓了起来,自己会帮助她救出米娜,让祖寇安心完成强逆的任务。 而奈雷迪在通过送餐时向米娜传递信息时,却被另一个手下发现,彻底暴露的奈雷迪被奎纳收押。 而在押送的过程中,奈雷迪靠着利落的伸手,解决了两个押送员,并拿走对方身上的手枪。 她想要带着米娜离开,可是在逃跑过程中,她发现所有出口都被封锁。 奈雷迪只能带着米娜靠着未完成的脚手架进行逃生。 而在跳跃的过程中,米娜发生意外禁止撞在了横杆上,然后摔落高楼失去了声息。 营救计划失败的奈雷迪只能一个人逃脱,她联系上了曾经的外交部长。 外交部长告诉她去联络老记者,并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对方。 此时还不知道妻子已经死亡的祖寇驾驶着车辆,向着目的地进发。 而在加油的过程中,祖寇意外地被加油站老板发现是通缉犯。 电话报警之后,警方的人马立刻在祖寇的必经之路设下关卡, 而祖寇则是抬起车身,利用钢铁做了自己的防弹衣,之后一枪打穿燃气贯车,让里面的燃气发生爆炸。 即便面对着对方装备精良的飞机,祖寇也是丝毫不慌,利用着手枪顺利地击中了对方的引擎。 绝处逢生的祖寇继续前往目的地,在把已经报废的机车就地掩埋后, 他一个人躲避着直升机,并趁着夜色来到了他们的据点。 在历经短时间的厮杀后,祖寇劫持着小队长来到直升机附近, 二人在已经发动的直升机旁展开了搏杀。 期间祖寇不慎重刀,只不过最终靠着翼指和手枪, 他成功地劫持着飞机和驾驶员,让他开飞机来到了目的地附近。 不过此时重伤失血过多的祖寇,已经彻底陷入了昏迷。 他被附近的好心村民及时救治,恢复了一点伤势之后的祖寇来到了发源地, 挖出了强尼留下的证据和资金,而此时救下他的族人, 也把曾经的武器交还给了祖寇。 随后他打电话联系纳雷迪,接听的人却是魁门, 对方告诉他,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自己, 不然组织会对他的儿子做出想不到的事。 而通过老记者,祖寇见到了逃出来的纳雷迪, 在得知自己妻子已经死亡后,暴怒的祖寇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愤痕。 靠着黑客技术,他们查到了木提马的藏身之处后, 祖寇单枪提马杀了过去,靠着曾经锋利的战枪, 他又如入无人之境,在把里面无辜的女孩赶出去之后, 木提马被赶来的祖寇敲晕,他打电话告诉了魁门, 得知了祖寇劫持了木提马的消息,情报局立刻组织小队进行围剿, 可是祖寇是谁?是身经百战的杀手之王, 面对着负于顽抗的小队,祖寇毫不留情, 即便是面对女人也是痛下杀手,而面对情报局的最强战力, 祖寇也是丝毫没有迟疑,二人在雨中展开了近身肉搏, 那拳拳倒肉的刺激场面,刺激着观众的肾上腺素, 而在对战中,祖寇由于不慎坠楼落入了下风, 此时的队长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反派死于话多, 竟然还言语挑衅着祖寇,还不知死活地提起了他被绑架的儿子, 这下祖寇心中的凶性彻底被唤醒,暴怒之下彻底爆发了小宇宙, 对着战尽上风的杀手队长就是一顿拳打脚踢, 之后更是使用了剪刀腿绞杀,直接一个用力硬生生地掰断了对方的手臂, 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愤怒,此时失去战斗力的队长被祖寇用长矛威胁, 让他说出自己的儿子所在,就在这时祖寇听到了背后的呼唤, 那是他儿子的声音,而奎纳正拿着枪挟持着祖寇的儿子, 让他放弃武器,而祖寇也很听话,说着他只是一个孩子, 对方却不听他的这些嘴炮,直接用枪逼着对方把证交出来, 面对奎纳的命令,祖寇无奈地说证据明天就会公之于众, 奎纳和慕提玛的一切计划都已经结束了, 而就在这时,又觉得自己站起来的慕提玛大摇大摆地走出来, 他让奎纳解决了祖寇,一个劲地鼓动着对方动手, 并说这个计划什么时候结束,由自己决定的, 看着不断催促着让自己开枪的男人, 做了慕提玛这么多年走狗的奎纳终于忍无可忍, 直接一枪送走了慕提玛,而此时祖寇也和儿子重新团聚, 亲手杀了即将上任的总统, 奎纳知道在场的所有人放出去一个人, 就是对自己毁灭性的打击,于是他想要把在场所有人都要解决, 而就在这时,那雷迪及时赶到,一枪送走了奎纳, 在慕娜雷迪准备解决杀手队长时, 祖寇却阻止了对方,毕竟他只是一个打工人, 并没有什么错,之后二人搀扶着离开现场, 第二天穆提玛和魁马的所作所为也被公之于众, 而祖寇则带着儿子远离纷争,准备回到老家, 过上平稳的生活。 这个不休蝙蝠看着拉拉踏踏的男人名叫马特, 是一名退休的中情局特工, 但是他的实力却丝毫没有因为退休而退了, 仅仅三下午除二,眼前的肌肉壮汗就被马特撂倒, 然后跟另一的男人开始了战斗, 可没想到身后的女人却帮了道忙, 拿着武器想支援马特,却意外打伤了他, 最后直接放跑了男人,可是马特却没办法怪罪女人, 因为这个女人是他的女儿艾什利, 而且这些麻烦全都是艾什利造成的。 原来艾什利的丈夫吉米偷走了迈阿密帮派老大唐尼的一个重要优盘, 优盘里面全都是唐尼犯罪的证据, 唐尼和副手得知了消息后第一时间, 就派手下去把吉米给带回来, 吉米知道这件事很有可能威胁到妻女, 于是就将优盘交给了艾什利, 然后让她带着女儿莎拉去找马特帮忙, 现在只有马特有这个能力保护他们, 于是艾什利回到家后, 第一时间就收拾了东西带着莎拉赶到了机场,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, 就在买机票的时候, 艾什利发现有两个大汉出现在了机场, 这两人就是唐尼的手下, 为了莎拉的安全, 他让莎拉先坐飞机去开曼群岛, 然后找一个叫马特的男人, 莎拉按照母亲给的地址还有路费, 一路来到了一个位于海边的小木屋, 木屋后面躺着一个胡子拉扎的大爷, 而他就是马特, 很明显马特每天过的都是醉生梦死的生活, 而莎拉的手刚刚放到马特的身上, 马特就瞬间醒了过来, 然后直接反手制服了莎拉, 见识一个陌生的女孩, 他立刻就放开了莎拉, 询问莎拉来这里找谁, 当听到莎拉说出自己的名字, 马特立刻警觉了起来, 以为他是哪个仇人派来的, 可是当听到是自己孙女那一刻, 他的眼神还有点不可思议, 因为他跟自己的女儿爱实力, 很早就没有联系了, 不过当看见莎拉拿出的全家福, 马特终于相信了莎拉的身份, 与此同时, 另一边的吉米还有爱实力都被唐尼给抓住了, 唐尼让两人把优盘给交出来, 并用武器对准了吉米, 可是爱实力却坚持表示优盘不在他们身上, 唐尼通过莎拉乘坐飞机离开的信息, 推断优盘就在莎拉的身上, 他让副手波波带着手下前往开曼群岛, 把莎拉给带回来, 而此时的马特还在询问莎拉来这里的目的, 毕竟他跟女儿的关系很僵, 如果不是特别危险的情况, 他肯定不会把孙女送来, 见状莎拉只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, 并表示妈妈会在第二天也来开曼群岛, 虽然马特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糟糕, 但是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孙女, 马特还是表现出了特别温暖的一面, 将莎拉哄睡着以后, 他尝试联系爱实力, 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 可奈何爱实力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, 等到了第二天, 马特将莎拉带去海边吃早饭, 莎拉想知道为什么马特从来没有来过家里, 于是马特将自己和爱实力关系恶化的原因告诉他, 原来因为特工的工作, 导致马特常年没办法待在家里, 就连妻子病重的时候, 自己都没有回去看过一眼, 以至于最后妻子去世, 爱实力觉得一切都是父亲的错, 所以跟他断绝了往来, 这也是马特退休以后, 变得格外颓废的原因, 说到这, 马特的心里面特别伤感, 莎拉健壮上去一把抱住了他, 并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他了, 而就在马特跟莎拉爷孙情深的时候, 爱实力已经在波波和手下的押送下, 来到了马特的木屋, 只不过在经过一番搜寻后, 波波只找到了莎拉的书包, 可是里面并没有他们想要的优盘, 三人就在木屋外等待了许久, 就在马特跟莎拉回到木屋的时候, 他远远就看见了等候在外面的三人, 马特将车子藏在大树的后面, 然后让莎拉乖乖藏在车里面, 随后独自下车走了过去, 他装作一副年迈的样子, 并且十分客气地问候了两人, 紧接着就坐到了健身器材上面, 嘴巴不断说着一堆没有用的信息, 波波两人都被这无厘头的话语给整个一连忙, 光头佬更是失去了耐心, 拿出武器对准了爱实力, 但是马特依旧没有慌张, 反而一边说着外国语, 一边发疯, 波波和光头佬都以为马特是神经病, 两人面面相去, 就在这时, 马特突然拿起地上的哑铃发起进攻, 直接拍晕了光头佬, 然后扑倒了一旁的波波,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, 虽然马特是前任特工, 可是终究已经年纪大了, 而身后的爱实力想要帮忙, 于是捡起了地上的武器, 但是爱实力从来没有训练过, 导致第一枪就打中了马特的胳膊, 这给了波波机会, 波波直接趁机逃走, 而爱实力接下来的攻击没有一发打中他, 只能眼睁睁看着波波坐上了马特的车, 然后扬长而去, 爱实力赶紧上前扶起了马特, 当得知波波把车子给开走了, 马特一个粗口就爆了出来, 因为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带走了莎拉, 波波立刻把消息告诉了唐尼, 有了莎拉这个人质, 唐尼立刻让波波把人给藏好, 自己马上派人过去找波波会合, 此时爱实力和马特也知道, 莎拉现在在他们手上, 唐尼肯定会派出更多的手下,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, 其实那个U盘一直都在爱实力的手上, 爱实力知道自己无法保护好这个U盘, 于是将他交给了马特, 并将这个U盘的重要性告诉了他, 于是在计划过后, 他们两人先将光头牢给丢进了海里, 然后来到了一家偏僻的旅馆里面, 为了将唐尼的帮派一网打尽, 马特只能动用了自己先前的关系, 他将电话打给了中情局的局长爱丽, 对于马特的电话, 爱丽也是十分吃惊, 因为马特先前可是中情局的头号特工, 之所以退休也不是因为个人原因, 全是因为得罪了上级, 导致被迫离开, 马特将自己这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爱丽, 希望爱丽能够提供关于唐尼的信息, 殊不知其实中情局也早就盯上了唐尼, 想要拿到他的犯罪证据, 更巧合地势, 波波带着沙拉也住在这个旅馆, 还就住在马特的隔壁房间, 在这段时间内, 唐尼派出的三个大汉也来到了开曼群岛, 三个看着不怎么聪明的壮汉, 一路来到了旅馆找波波, 可没想到还没找到波波, 就先发现了爱实力, 因为爱实力在为人父母的问题上展开了争吵, 导致他在出门的时候, 意外撞见了三人, 他赶紧跑回房间把消息告诉了马特, 马特立刻想到了应对的办法, 他让爱实力以最快的速度, 将房间的大门打开, 随后他把最前面的壮汉直接抓了进来, 紧接着就是一顿惨无人道的殴打, 门外的两人只能听见同伴的惨叫声, 这时波波也注意到了外面的情况, 当得知马特两人就躲在屋子里, 看见他们两个还傻傻站在原地, 波波气不打一出来, 让他们赶紧进去把人给抓出来, 而房间里的马特妇女, 决定抓紧时间快点逃走, 马特发现了墙上的一根绳子, 看着又长又牢固, 于是他将绳子绑在了爱实力的身上, 准备一点一点把它掉下去, 但是就在这时, 两个壮汉已经破门而入, 由于马特紧紧抓着绳子, 所以只能一边拉着绳子一边跟两人战斗, 好不容易将爱实力给放到了其他楼层, 马特终于能够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了, 他先是一巴掌直接打晕了二傻, 然后跟三傻战斗的途中, 意外跟他一起掉了出去, 两人被吊在半空中战斗, 幸好马特机智, 直接抓住了一旁的栏杆, 让三傻失去平衡直接掉了下去, 这件事很快就在旅馆里传得沸沸扬扬, 两个罪魁祸首趁着旅馆混乱的时间, 赶紧溜了出去, 坐上出租车后, 马特带着女儿找到了自己的前同事乔一, 乔一作为技术人员, 很快简朴帮助马特他们破译了U盘的内容, 当打开U盘以后, 三人的脸上都十分震惊, 于是马特立刻联络了艾莉, 把U盘里面的证据都告诉了他, 可没想到艾莉却说真正恐怖的犯罪分子不是唐尼, 原来在唐尼的背后还有一个真正的Both, 那就是唐尼的女老板加里亚, 而这里面的证据都跟加里亚有关, 与此同时, 唐尼已经来到了开曼群岛和波波会合, 他们在波波的带领下, 来都来老林的住所附近, 准备凭借人数的优势来围剿马特, 可是唐尼的手下都太傻了, 在行动的时候就已经被马特发现了, 但是现在船上根本没有能够用的武器, 只有一把信号枪, 为了安全起见, 马特先让女儿躲到了船舱下面, 就在这个时候, 一个大傻子从船只的右侧准备偷偷上船偷袭, 但是马特已经发现了他, 直接用信号枪堵住了他的嘴, 然后直接来了个火烧喉咙, 可是就在大傻子受伤的时候, 他携带的武器却落入了水里, 紧接着直接在水下炸开, 将船下面炸出了一个洞, 艾什利被困在船舱里面命垂一线, 另一边, 唐尼让波波干掉沙拉, 就在他拿出武器的时候, 沙拉直接撞翻了他, 然后将武器抢走丢了马特, 马特拿到武器大显神威, 直接利用武器解决了好几个敌人, 沙拉也抓紧时间打开了甲板, 救出了艾什利, 可是没想到唐尼却摸到了两人身后, 用武器挟持了他们, 并逼迫他们上船, 马特好不容易干掉最后一个对手, 却来不及阻止唐尼,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带着艾什利两人离开, 于是马特第一时间联络了艾利, 得知唐尼已经带着两人回到了迈阿密, 还关在了加利亚的别墅里, 他乘坐最快的一趟飞机也回到了迈阿密, 并且得到了艾利的支援, 拿到了一堆强力的武器, 带着这些装备, 马特决定单枪匹马去营救自己的家人, 另一边的艾什利两人也没有束手就擒, 母女两人配合打倒了看守他们的守卫, 这时马特也使出了调虎离山之计, 利用汽车吸引了敌人的注意,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, 就在他潜入别墅准备救走艾利森他们的时候, 唐尼跟加利亚已经发现了他们, 就在拿到U盘以后, 反转出现了, 唐尼竟然布满加利亚的统治干掉了他, 这时艾利也带着手下赶到, 谁知道手下竟然也是犯罪组织的人, 四人本以为性命不保, 一个政客突然从后面出现, 干掉了手下, 等事情彻底解决后, 马特才从政客口中得知, 原来马特的女婿吉米是政府安插的卧底, 其实从头到尾, 都是政府在利用马特, 但是马特还是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, 并跟女儿恢复了关系, 眼前的小伙子虽然年纪轻, 但是靠着出众的实力, 成功拿下了前往中东执行任务的名额, 而原本兴致冲冲的他, 在到达军营后不久, 除强服弱的信念, 便被现实击溃, 在2009年, 他被派遣进入到阿富汗地区, 每天的任务, 就是调查当地居民的生物特征, 抓住潜伏在他们中的恐怖分子, 其中一个男人不服从士兵亚当的调查, 还把他推倒在地, 这也引得其他士兵们大声嘲笑, 直到队长的出现, 才制止了一场精神上的霸凌, 就在队长准备, 为阿富汗的小朋友们分发糖果时, 却一不小心, 踩中了遥控炸弹, 在队长死亡后, 新来的中尉迪克斯接替了指挥的任务, 他拿着一块残破的遥控器, 告诉手下的士兵们, 自己的目的, 是为了揪出使用遥控炸弹的凶手, 为过去包括之前的队长在内, 死去的24名美国士兵报仇, 同时, 他这么做, 也是为了保护剩下的士兵, 不受到遥控炸弹的威胁, 为了加强自己队伍的凝聚力, 迪克斯告诉他们, 每个人都要保持绝对的忠诚, 在所有人都表态后, 迪克斯的第一个任务分发下去, 亚当所在的小队, 暴力地闯进一家民宅, 面对质问他们的男主人, 小队的其他成员选择用手里的枪说话, 执行完任务后, 晚上他们就在军营里, 一边感受着烟草的味道, 一边兴奋地讨论着自己做到了, 还想着之后, 该怎么去折磨那些手无寸铁的拼命, 亚当看着兴奋的战友们, 一时间无话可说, 与此同时, 士兵们的选拔晋升即将开始, 亚当找到迪克斯, 说自己想担任小队长的职位, 看着眼前的大男孩, 迪克斯却说, 像亚当这样, 提出晋升要求的一共有六个人, 算上他是七个, 如果想要担任小队长, 就必须拿出自己的本事, 来说服自己, 在亚当离开后, 迪克斯来到了车厢门前, 缓缓地打开了大门, 里面已经被心丸一股惑到忘乎所以的士兵, 看到迪克斯就像见了鬼一样, 此时, 在迪克斯平静的表面下, 涌动着汹涌的情绪, 之前, 在平民面前宛如死神一样的大兵们, 现在就像担惊受怕, 犯错误的孩子一样, 把自己的快乐源泉交了上去, 本以为自己会受到一顿教训, 没想到, 迪克斯接下来的话, 让他们一愣, 紧接着便是汹涌的狂喜, 迪克斯告诉他们, 想要更好的家伙可以去找自己的朋友, 之后就转身离开, 这一句话, 也让其他的士兵对星空将的队长, 产生了兴趣, 更好奇的是, 他在小腿上整齐排列的骷髅纹身, 队员们猜测, 那些骷髅头, 代表着迪克斯手上人命数量, 还有人说, 红色的骷髅头代表伊拉克, 蓝色的则代表阿富汗, 这名士兵还说了一件事, 不久前, 有一家三口开着车, 朝着美国驻伊拉克的军营驶来, 迪克斯不由分说便立刻举枪, 将三人全部射杀, 而他则在那辆车上, 发现了数量庞大的炸弹, 如果当初没有迪克斯的行动, 放任那些人进入军营, 后果将不堪设想, 这一番话, 也让大家确信, 战场上能活下去, 并且被战争真正需要的, 就是像迪克斯这样的人, 也正是这一番话, 让迪克斯成为了亚当心目中的偶像, 可偶像的形象树立的快, 他的也快, 这天, 他无意间看到了迪克斯把一包东西, 交给了手底下的士兵, 而士兵在离开后, 亚当很疑惑, 他们在进行什么交易, 这个问题, 也在不久后得到了解答, 亚当奉命进行看守平民的任务, 在他不远处的村庄, 突然发生了爆炸, 听到声音的亚当立刻赶到现场, 紧接着, 他便看到一个男人的尸体倒在地上, 小队成员告诉他, 这个人试图用武器袭击他们, 只不过, 亚当对现场的情况很不赞同, 其他队员脸上一脸愧疚的表情, 以及家属的痛苦, 加深着亚当对整体事件的怀疑, 不过, 他没有当场发作, 而是跟着队伍回到了基地, 之后, 队员们吞晕吐, 看着对击杀平民有着莫大自豪的队友们, 亚当一句话没有说, 迪克斯在这时, 发现了亚当的不对劲, 单独把他找出来聊了聊, 并警告他不能满脑子都是那个人的尸体, 亚当也直言不讳地说, 自己觉得这种行动, 好像哪里有些不对, 迪克斯却冷静地打断亚当, 告诉他这里的所有人, 包括亚当自己在内, 到这里就是为了杀人的, 如果他对其他人抱有着同情心, 不忍心下手的话, 自己可以大发慈悲, 把他调到后勤去做一名文质工作, 而从小就想要当一名军人, 想要为国家争光的亚当来到阿富汗, 当然不可能只做一个文质工作, 于是, 为了改变迪克斯的态度, 他立刻向对方道歉, 看着迪克斯没有再提任职调动的事, 亚当也松了一口气, 原本对他摇摇欲坠的好感, 也回暖了一些, 可是这天, 他却发现了自己无法接受的事实, 亚当在战友的床头, 发现了一个木盒, 里面放着的是一枚手榴弹, 再联想到之前撞见的, 迪克斯交给战友的盒子, 以及那个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, 还有那具尸体, 亚当心里好像有了对真相的猜测, 他想, 一定是迪克斯指使自己的战友们, 动手把手无寸铁的平民, 伪装成恐怖分子, 之后进行击杀, 这样, 他们就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英雄, 不用付出任何代价, 就能收获名利与地位, 想到这, 亚当决定把这里的情况, 反映给上级, 让他们知道在这里发生的一切, 而当他准备向上级进行汇报时, 却意外撞见了回来的迪克斯, 担心被他发现自己想要举报的事, 在门口站了许久的亚当想了想, 脑海中慢慢浮现出一个人影, 那是他的父亲, 作为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下来的老兵, 他还有点能量, 亚当把这里发生的一切, 全部告诉了父亲, 父亲也认定了迪克斯欺上瞒下的事情, 不过, 为了儿子的安全, 父亲还是警告亚当, 让他低调一些, 最好保护好自己, 作为自己儿子最坚实的后盾, 父亲答应他, 会将这里的事情上报给最高级别的领导, 揭发迪克斯他们的罪过, 在和父亲沟通后, 亚当每次执行任务都心不在焉, 担心会被迪克斯发现自己的计划, 就在这样紧张的情绪中, 他度过了几天后, 就收到了迪克斯的传唤, 这一刻, 他的心里无比紧张, 一步一步地走进迪克斯的房间, 不过, 迪克斯却打着游戏, 还拉着亚当一起玩, 并没有说具体什么事, 在一场对局即将结束的时候, 迪克斯却突然挑起话头, 说有些事情亚当发现了的话, 可以直接向自己汇报的, 这一句话, 让亚当原本刚刚安稳的心, 又剧烈跳动了起来, 他心里猜测, 估计是迪克斯对自己已经产生了怀疑, 不过, 迪克斯并没有对亚当做些什么, 而是选择温水煮青蛙, 之后的几天, 亚当亲眼目睹了战友们, 越来越放肆的栽赃行为, 每次, 他们都会随机挑选一名平民, 击杀后把不用的枪支, 放到尸体的旁边, 当作持枪的恐怖组织匪徒, 而这些无辜平民的家人, 只能强行克制着悲伤, 死死搂着为父亲去世而痛哭的儿子, 避免再做出什么事情, 来惹怒那群持枪的死神, 在后来, 仅仅是亲手击杀平民, 已经满足不了这些美国士兵的变态嗜好, 他们研究出了新玩法, 在军营里玩起了真人版游戏, 利用实时监控的飞机与仪器, 去投放炸弹, 轰击外面玩耍的孩子, 以及一些为了生计, 进行放牧的农民, 这些没有人性的士兵, 会通过监控器围观战果, 在看到爆炸的火苗后, 他们会发出欢呼的声音, 更让亚当接受不了的, 是整个队伍的队长, 他在狄克斯的包里发现了大秘密, 对方手里, 居然有着一整袋的俄式武器, 而看着自己的秘密被发现, 狄克斯也没有慌张, 他告诉眼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, 阿富汗平民的命, 和自己将来, 以杀死一个恐怖武装所获得的名利相比, 根本不值一提, 自己剿灭的越多, 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大, 同时, 为了让亚当也入伙, 在之后的一段行动中, 狄克斯就给他穿了小鞋, 比如, 在练习打靶之后, 会让亚当前去扶靶子, 之后, 在他前进的过程中, 身后再传来呛响, 直接把他吓得趴在了地上, 不过这些只是开胃小菜, 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, 狄克斯再次找到亚当, 递给了他一个盒子, 里面是三个人的手指, 说这都是亚当的好奇心所引发的后果, 同时, 狄克斯警告亚当, 不要任由自己的好奇心作祟, 不然, 让他好好想想, 这三根手指背后所付出的代价, 在狄克斯走后, 崩溃的亚当立刻打电话, 哭着想要阻止父亲揭发狄克斯, 为了保命, 他最终还是屈服了, 之后, 在一次的巡逻中, 亚当被狄克斯强制要求, 去射杀一位无辜的老人, 但是, 面对自己心中的良知, 亚当却迟迟扣不下扳机, 如果自己真的动手, 那将彻底没有回头路, 在一旁的狄克斯, 看着亚当犹豫不决, 就扔了一颗手雷过去, 随着爆炸声响起, 亚当最终还是射出了那一发子弹, 被成功拖下了水, 回到军营的他, 受到了战友们的热烈欢迎, 庆祝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, 但是, 亚当却高兴不起来, 他和军营里欢快的气氛格格不入, 被拖下水的男人, 宛如行尸走肉一般, 跟着队伍一起, 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栽赃行动, 直到这天, 他被戴上手铐, 押上了军事法庭的车, 亚当的心中才缓缓吐出了一口气, 原来, 是上级展开了对狄克斯的调查, 在押送的过程中, 狄克斯还贼心不死, 他威胁亚当, 让他们统一口径, 法不择众, 之前所做的一切也会不了了之, 而面对着狄克斯的引诱, 亚当沉默不语, 在探员面前, 他成了人正, 诉说了狄克斯在阿富汗的所有罪行, 与犯罪事实, 并承认了自己杀人的过程, 不过, 亚当也很聪明, 只说自己是过失杀人, 并且是在狄克斯的威胁下, 不得以为之, 最终, 在层层审理下, 亚当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, 至于狄克斯, 和其他在阿富汗, 为非作歹的美国大兵们, 被军事法庭下令, 判处终身监禁, 属于他应得的处罚终于来了, 而他比阿富汗的平民幸运, 最起码, 他还能活着, 国安局押送一位叫做阿明的重要囚犯离开, 他在洛杉矶被捕, 和恐怖分子策划参与了码头的炸弹制作, 不料中途车队遭到攻击, 城市混斗一触即发, 中情局出色警员被子弹袭击, 一个个倒下, 只能在枪声中继续护送证人, 车又在路上碰了钉子, 美国海豹队队长哈瑞斯不顾众人阻碍, 在双方交火时贸然下车, 贤淑找到附近掩体, 然后趁机射杀武装恐怖分子, 小队腹背受敌, 哈瑞斯手下一位女队员在掩护时重担, 腹部流血不止, 急需医疗救助, 同时用小刀挖出子弹, 在女队员痛苦的嘶吼中简单包扎,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躲避敌人, 车窗上全是弹孔的痕迹, 要不是这一辆车经过改装, 只怕早就被打爆了, 情况十分危急, 女队员意识模糊, 同时一边鼓励她保持清醒, 一边按压她的心脏, 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, 哈瑞斯被迫停车, 联系上级请求支援, 几人被困在车上, 昏暗的街道里出现武装分子的身影, 他们拿起锤子, 想要强行打碎防弹玻璃窗, 哈瑞斯准备好了一架AK47, 在车窗碎掉的瞬间迅速射击, 从包围圈中闯出一条生路, 开车的警员也很给力, 顶着一群人直接倒退到了车库, 哈瑞斯拉着犯人阿明一路奔跑, 阿明要求解开他的手铐, 必须及时赶回机场, 否则所有人都会没命, 哈瑞斯对这种情况非常烦躁, 武装分子使用的军用屏蔽信号, 让这一片的手机都失灵了, 他们顺着楼梯继续逃亡, 哈瑞斯断后, 扛起枪打晕了追过来的一个敌人, 带着阿明几人在这栋建筑物里逃亡, 信号里面像迷宫一样复杂, 连武装分子都差点给绕晕, 哈瑞斯好几次和追捕人员擦肩而过, 趁他们不注意, 从背后蒙住脸偷袭, 居然又解决了一拨人, 这时躲在角落里的阿明和妻子被发现, 武装分子就要大喊, 阿明连忙求饶, 表明自己会乖乖听话, 只要别伤害他的妻子, 武装分子要抓他们两人回去复命, 哈瑞斯突然从旁边闯出来, 和敌人搏斗了起来, 武装分子掏出了刀, 哈瑞斯伸手脚剑, 大力抓住刀柄, 最后一刀捅进了敌人的大动脉, 他顺手捡起对方的通讯设备, 里面有阿明的信息, 哈瑞斯不解, 为什么这群人要留阿明的活口, 他逼问阿明说出真相, 交代爆炸地点, 阿明咬紧了牙关不可能说, 因为他知道, 炸弹地点是他手里唯一的筹码, 只有哈瑞斯将他安全送到法庭, 他才能说出真相, 哈瑞斯非常无奈, 却也只能继续保护这个人渣, 他解开了阿明的手铐, 警告他不要偷跑, 否则死了没人负责, 哈瑞斯包下敌人的防弹衣给阿明套上, 这让阿明有些不满, 提议给妻子穿上, 哈瑞斯没同意, 对于他来说,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阿明这个证人, 他让这两人蹲在角落里, 等他探查回来后再走, 妻子找到了一件新的防弹衣, 他们来到建筑物的高层, 发现底下全是武装恐怖分子, 此时机场的总负责人已经被控制, 还有90分钟, 总统就要上台讲话, 而炸弹就在附近, 阿明却迟迟没有出现, 哈瑞斯带着两人在楼道里休息, 妻子怀孕七个月了, 他主动劝说阿明自首, 犹豫之下, 阿明才说了一句不知道, 原来他早就意识到了, 自己被警方监控了, 于是临时变更了计划, 还没来得及和街头人传递消息, 就被哈瑞斯他们逮捕了, 现在他根本就不知道, 外面究竟是哪一方人要他的命, 哈瑞斯凭借直觉, 一针见血让阿明说出街头人的名字, 阿明摇头, 他和上级所有的联系, 都是在电子终端, 只听得到对方的声音, 根本就不了解是谁, 正好在这时, 机场的人员注意到了没有监控的楼梯, 派遣了一拨人搜寻, 哈瑞斯就躲在幕后策划者的下面, 也许是灯下黑, 他们居然没有发现哈瑞斯, 甚至还有一个傻头傻脑的武装分子, 站在哈瑞斯面前, 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被刀了, 几人弯腰躲避着敌人, 哈瑞斯发现每条通道都有人, 暗暗骂了一声, 于是拿着枪突然冒出了头, 冲楼到上方的机务人员射击, 双方迅速交火, 一路逃到了仓库, 哈瑞斯躲弹换弹一气呵成, 在狭窄的走道里火力掩护, 阿明和妻子用货车当盾牌, 继续逃跑, 哈瑞斯深呼吸两声, 从腰间掏出手榴弹, 数着秒往后一扔, 瞬间炸伤一片, 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, 拿着枪就踹倒两个人, 然后一边射击一边往后撤, 有个恐怖分子来到了阿明面前, 在阿明的惊恐声中, 被他用手枪解决掉了, 阿明还没从杀人的后帕中缓过来, 越来越多的敌人又追了上来, 庆幸的是, 钟情局的支援终于在此时赶到, 哈瑞斯尚未总算见到了长官, 能够得到一会休息的时间, 他还在劝说阿明, 把炸弹的地点交代出来, 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, 也要考虑一下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, 哈瑞斯向阿明保证, 只要说出来, 他一定会护他妻子周全, 阿明十分纠结, 他望向妻子, 没想到这位孕妇居然当起了临时医务人员, 他正好是急救科的医生, 拯救过很多人的生命, 唯独猜不到丈夫竟然被刺自己, 暗地里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, 妻子穿梭在钟情局受伤的警察中间, 帮他们检查伤情并且伤耀, 阿明看到这一幕, 终于留下了悔恨的泪水, 但为了妻子的安全, 他还是得继续保密, 哈瑞斯在战斗过程中, 偷偷将对方的设备带了回来, 发现敌人隶属于费法克斯的一家私人军事公司, 老板卡特以前也是海报队的队员, 目前负责供给中东武器, 和美国情报局也有关系, 哈瑞斯至今还没弄清楚对方的目的, 这时阿明忽然愣住, 指着钟情局一位叫做洛马斯的队员, 说自己认出了他的声音, 正是美洲和自己打电话的街头人, 哈瑞斯瞬间警惕了起来, 他一直都怀疑内部有内部, 否则不会他们刚逮捕阿明, 后脚就被恐怖分子们袭击了, 洛马斯被要求交出武器, 双手抱头, 他失口否认, 但阿明一口咬定, 街头人一定是他, 口音完全一模一样, 而且就是洛马斯安排他, 把炸弹布置在机场, 哈瑞斯非常疑惑, 炸弹不是应该被布置在总统附近吗, 怎么又到了机场, 不过哈瑞斯来不及问, 敌人的子弹先打了过来, 几人抱头逃窜, 在后机室里剧烈交火, 钟情局的警察纷纷倒下, 阿明偷偷摸到了妻子的位置, 想要带着他趁乱逃跑, 不料正好被从后面包抄的恐怖分子抓住, 他们威胁阿明, 要是不乖乖配合, 就一枪杀了妻子, 哈瑞斯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, 和领头的恐怖分子展开肉搏, 哈瑞斯之前的体力被消耗了大半, 很快不敌, 被头领推下了楼, 他正要补枪, 一个机场的空姐突然朝他的脑袋开枪, 可惜没打中, 反而被恐怖分子反杀爆头, 手下把哈瑞斯的上级马歇尔活捉, 马歇尔认出这些恐怖分子的真实身份, 其实是军队的人, 只可惜他们背叛了国家, 话音刚落, 马歇尔也重大而亡, 开枪的正是刚刚被阿明指控的洛马斯, 他和哈瑞斯时马歇尔的左膀右臂, 马歇尔到死才知道, 内鬼正是洛马斯, 他们要阻止总统在国会的演讲, 炸了华盛顿让美国内乱, 然后趁乱获取高层的生物指纹, 解开国家防御机制从中牟利, 现在关键就在阿明, 只要他指认出机场的炸弹, 这一切就可以顺利进行, 头领将阿明绑在椅子上, 一刀扎进他的四肢, 阿明惊恐求饶,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, 洛马斯于是提议, 把他的妻子带过来严行拷问, 而另一边, 逃走的哈瑞斯蹲守在走廊暗处, 杀了护送妻子的几个恐怖分子, 搏斗中拿刀捅了他们十几下, 妻子看着尸体害怕极了, 想要逃跑, 哈瑞斯努力安抚他的情绪, 这一切和阿明息息相关, 如果让敌人成功, 不止阿明, 他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被炸死, 妻子稍微冷静后, 点头答应帮忙, 哈瑞斯换上押送人员的衣服, 将妻子带到了阿明所在的房间, 阿明被折磨得生不如死, 洛马斯拿枪指着妻子肚子, 反复逼问阿明, 在巨大的压力下, 阿明还是没顶住, 说出了炸弹箱子的序列号, 洛马斯松开了绳子, 又拿出一张纸, 让他独任罪书, 证明炸弹的始作俑者就是自己, 是为了死去的儿子报复社会, 阿明非常害怕, 被洛马斯威胁着哭着读出了所有内容, 他还用手机全部录了下来, 妻子伤心地看着这一切, 洛马斯得到想要的东西后, 无情地朝阿明开枪, 扭头就走, 妻子扑上前捂住阿明的胸口, 血却根本止不住, 只能眼睁睁看着阿明死亡, 哈瑞斯终于找到了机会动手, 徒手杀了留下的恐怖分子, 小心翼翼维持自己的伪装, 跟着上了电车, 头领路过哈瑞斯, 察觉到了人数不对, 一把掀开哈瑞斯的帽子, 让他滚蛋, 哈瑞斯手里的机关枪突突杀了其他人, 子弹打光, 只能和头领用小刀搏斗, 两人在电车上打得有来有回, 这一次哈瑞斯一拳正中头领的脸, 成功报复了回来, 恐怖分子们分头搜寻哈瑞斯, 在黑暗的地下室货箱里再次交互, 他们在隧道里发现了哈瑞斯, 哈瑞斯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, 躲过重重包围, 从背后偷袭了头领, 他受伤不清, 捂着重弹的手臂警惕离开, 正好碰上运送炸弹的洛马斯, 他们决定空投到华盛顿上方, 将炸弹转移到了一辆救护车上, 信号干扰器在此时关闭了, 哈瑞斯毫不犹豫打电话给高层, 将洛马斯叛变的阴谋全数告知, 一个恐怖分子发现了他, 还没开始喊人就被哈瑞斯捂住了嘴, 随后他躲在暗处, 用机关枪反杀了几个恐怖分子, 双拳难敌四手, 疲惫的哈瑞斯用尽力气继续和敌人搏斗, 用手铐烤住最后一个人后, 捡起一把手枪缓慢进到了飞机里, 机舱空无一人, 他大喊洛马斯的名字, 劝他回头, 不要为了钱送命, 这时洛马斯的上级发来通知, 计划失败了, 哈瑞斯刚刚的电话奏效了, FBI已经安排总统撤离, 炸弹也将请专人来拆解, 哈瑞斯等到了原居, 警察将洛马斯逮捕, 他坐在飞机上, 删掉了洛马斯手机里阿明的视频, 一伙毒贩在仓库里被抓捕, 其中有个卧底认出了抢劫的头领, 示意同事他是自己人别开枪, 还掀开了毒贩老大的衣服, 用偷偷安装好的录音设备证明清白, 谁知头领直接搬动了他的AK-47, 当场送走了所有人, 连刚进来的小弟也没放过, 不过头领很快发现, 在场似乎还有其他人的踪迹, 因为仓库的门从外面关上, 头领立马追击出去灭口, 逃跑的是两个倒霉的妓女, 正好在这个时候被毒贩们叫过来住行, 两个女人跑到附近的丛林里, 趁着天黑躲在了灌木丛中, 抢劫犯们四处搜查, 最终一无所获, 这就是墨西哥圣地戈亚的现状, 混乱又邪恶, 每天都有人因为毒品死亡, 约翰森是美国中层的一位警察, 资历非常深, 然而最近他却被霸指了, 因为在马路上拦截了一位非法医民, 被路人拍下视频后恶意剪辑, 事情迅速发酵, 当地警局名声一落千丈, 无数黑人举着牌子在门口抗议, 觉得这是种族歧视, 约翰森的上司只能顶着巨大压力, 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说明, 但真相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, 其实是约翰森发现了那位黑人的卡车里, 载了满满辆车的拐卖少女, 连追了20公里, 最后被迫和人贩子大打出手, 但民众不会关心真相, 反而约翰森面临失去工作和养老金的风险, 甚至还有可能被起诉, 恰好这是墨西哥那两个逃跑的妓女, 因为偷窃被抓到了, 他们涉及到了一宗毒品的刑事案件, 里面有个卧底警察无故身亡, 两个女证人说不定知道内情, 为了挽回警局的声誉, 上司派出约翰森去墨西哥, 专门负责押送两位女证人回美国, 约翰森虽然非常不满意, 但迫于舆论压力还是答应了, 人到中年面临失业风险, 约翰森和朋友沮丧地来到酒吧, 想要戒酒消愁, 朋友伯纳德调侃了一番后, 也不得不承认, 就算是对警察来说, 墨西哥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, 就在约翰森最熏熏走出酒吧时, 那个被他殴打的倒霉蛋黑人, 居然跑过来道歉了, 约翰森很生气, 因为直到最后一刻, 对方都没有承认, 他违法拐卖了人口, 当然再不愿意, 约翰森也不得不踏上墨西哥之旅, 刚下飞机就有一个热情的同事, 给他介绍当地糟糕的情况, 约翰森看着对方落后的武器, 和四周荒凉的景象, 心情非常失落, 不是很想打理他, 接到两个女证人后, 他们迅速开车前往圣地戈亚, 同事还在继续热情聊天, 说自己的梦想其实是当一个演员, 而不是边境特工, 他还现学现卖了几句好莱坞电影台词, 结果下一秒, 他们就被一辆白色轿车包抄了, 里面的人拉下车厢就抱了同事的头, 警车被迫靠边急停, 双方枪战一触即发, 约翰森顶着同事的尸体, 趴到了车底下, 用一个很刁钻的角度, 干掉了敌人, 他迅速打电话给总部求支援, 因为在刚刚的枪战过程中, 约翰森腰部重担受伤, 女证人其中的一个也不幸身亡, 约翰森从同事的尸体里抽走钥匙, 打开了后车厢门, 还活着的证人非常崩溃, 强烈要求离开, 他知道有人在追杀他, 不管是去美国, 还是墨西哥, 他都可能会死, 女证人从车里逃了出来, 他差点冲动捡起地上的冲锋枪, 把唯一活着的约翰干掉, 不过女证人犹豫过后, 还是扔了枪跑掉了, 约翰森则流血过多, 直接昏迷倒地, 等到约翰森再次醒来时, 女证人带着纱布和药膏, 重新回来替他包扎, 还将约翰森带回了自己家, 虽然是救活了他, 但约翰森被手铐禁锢在了床上, 相当于是变相囚禁, 负责坚守约翰森的是女证人的弟弟小胖, 约翰森承诺, 只要解开他的手铐, 就会给他五百美元, 小胖没理他, 后续看守变成了女证人的妈妈, 他负责提供给约翰森食物, 还顺便会在这个房间看看电视, 两人很快谈论到那个晚上的毒品案, 约翰森不理解, 为什么女证人对警察敌意这么大, 女证人直接指出, 当时袭击毒贩们的, 就是一群美国警察, 为首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卡特尔, 卡特尔当时明明被认了出来, 却丧心病狂到连自己的同事都一起杀了, 约翰森听完真相只觉得在扯淡, 因为卡特尔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, 女证人有些无语, 让约翰森爱信不信, 此时这位美国警察频频诱导女证人解开手铐, 并且承诺之后会保证她的安全, 女证人一开始不信, 但她也不能在弟弟家躲一辈子, 万一被卡特尔找到了, 可能还会连累弟弟一家人, 最终女证人做出了一些让步, 她让约翰森给美国的上司打了个电话, 警局好几天没有约翰森的消息, 正交头乱讹着, 不料约翰森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难题, 那伙谁也查不到的抢劫犯, 真实身份居然是警察, 上司大为震惊, 要求两人迅速去美国领事馆, 将人证带回来, 女证人最后还是放了约翰森, 一家人在餐桌上用着晚餐, 谈论着之前马路上的枪击案, 约翰森得知了一个相当离谱的新闻, 那就是他受到的恐怖袭击, 完全被记者取化了, 在新闻里, 他一个受害者被描述成了杀害两个墨西哥警察, 和一个联邦特工的通缉犯, 约翰森觉得离谱极了,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卡特尔的误导, 他生气地从饭桌上站了出来, 觉得这个国家简直不可理喻, 这是女证人的弟弟, 对于约翰森要把姐姐带回美国提出了反对意见, 他觉得这非常不安全, 双方争执之下, 弟弟将约翰森右锁到了卧室里, 门外突然传出声响, 原来是卡特尔的人包抄了房子, 他们要求弟弟们交出约翰森和女证人, 否则就直接武力推进, 弟弟们让母亲和姐姐躲起来, 自己则拿着冲锋枪, 直接打开门和对方枪战, 房子里到处都是子弹划过的声音, 约翰森着急让人解开手铐, 谁知弟弟刚过来就被绕后到卧室的警察击中了, 约翰森没办法, 只能用单手射击, 幸好他的准头非常好, 居然还真的拘死了对方, 约翰森迅速获得自由, 拿起枪就到客厅帮忙, 成功救下了要被射杀的表弟, 还顺便刀了一个发现女证人的罪犯, 好不容易干掉所有人, 她可不想再连累家人了, 临行之际, 老母亲送了约翰森一条圣母玛利亚的项链, 保佑他们一路平安, 两人一路沿着国道开车, 女证人一看约翰森又要打电话, 瞬间警惕了起来, 她怀疑所有人, 而且每次约翰森打完电话后, 她的行踪就会暴露, 女证人觉得美国警察可能串通起来, 但约翰森直言, 她和上司已经认识了25年, 从同事做到上下级, 对方不可能会背叛她, 女证人崩溃的情绪得到安抚, 最后让步, 可以让约翰森的朋友来边境接人, 不过在女证人的提醒下, 约翰森也升起了警惕之心, 提前准备好了枪支弹药, 在外还换了身份名字, 毕竟两人在名义上, 还是警局的逃犯, 约翰森和女证人在宾馆睡了一个安稳觉, 天刚亮朋友伯纳德就到了宾馆附近, 约翰森起初以为是卡特尔, 询问朋友是怎么找到她的, 伯纳德轻松地说, 她最后一通电话在某个小村庄, 从这个村庄到边境只有这家旅馆, 要想找到她简直轻而易举, 约翰森有些无语, 但她选择相信朋友一次, 让女证人上了她的车, 只是车开着开着, 就有些不对劲, 约翰森发现朋友走的不是大路, 而是一条她不认识的偷渡小路, 女证人则和副驾驶的警察闲聊了起来, 偶然间她看到了警察戴的银手镯, 她一下子就回想起来了, 那个不平凡的晚上, 打死那群毒贩的警察其中一个, 似乎就戴着这样一个手镯, 女证人脸色突变, 立马意识到眼前的美国警察, 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卡特, 她和约翰森对视了一眼, 说出了之前暗示的话, 要想和一头狼战斗, 你也必须成为一头狼, 约翰森立刻察觉到了不对, 连忙问她狼在哪里, 女证人小声告诉约翰森, 前面那个人就是狼, 约翰森心里有了计较, 借口伤口不舒服要下车, 她和伯纳德在一旁聊天, 故意告诉她自己的猜测, 就是抢劫毒贩的人, 很有可能是一群警察, 以此来试探伯纳德的反应, 伯纳德觉得约翰森可能在发烧, 但随即卡特尔下车, 直接掏出枪, 逼迫约翰森交出武器, 此时这个卡特尔终于承认了, 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之一, 抢劫毒贩就是为了钱, 卡特尔小弟将女证人从车上拖了下来, 当场就要杀了他, 伯纳德起先对此事毫不知情, 眼看女证人就要无辜身亡, 他立马阻止卡特尔的行动, 不料枪突然走火, 打中了他的肚子, 约翰森和卡特尔立马展开了枪战, 约翰森被小弟扑倒, 挣扎中解决了小弟, 而后又一枪拘死了卡特尔, 他来到奄奄一息的伯纳德身边, 老朋友跟他说了声抱歉, 当场身亡, 约翰森心情复杂地带着女证人, 继续这趟偷渡回家的旅程, 有时候他也想不明白, 为什么自己兢兢业业工作二十年, 却莫名其妙变成了一个通缉犯, 约翰森带着伤, 总算和女证人一起走到了边境, 遇到了看守边境的同事警察, 这一切的事情终于了结, 几个月后, 约翰森被洗白了, 他不仅无罪还被授予了很高的荣誉, 女证人也成功得到了美国身份证, 和约翰森成为了朋友。